看看Lone Line和中游尾 原来一直都没齐人抱过头 这对Lone Line 当时我天团 完整的节目都好像没再出现过 不过它会在台庆出现 但应该未必齐人 台庆是大堆头的 陕正锋否认拆火 预告他们会在台庆合体 但仍然有所保留 会不会是这么多个字 现在都忘记了十几个 十几个 十二个 都忘记了 你打算撑人家 自己都没撑到就散了 它是未散的 自从它分加里 分香港队大陆队 已经不用玩了 就说奥利利拳哲 江信熙这些 他们大陆也有很多工作 甚至陕正锋说 有一次回大陆也找不齐 他们 不过他又兜了 因为个个都不同城市 但是他否认是名存实亡 他否认的 不过他说虽然有表演 但未知会演什么 不是又一大堆人一起演 前面可能又有个老前辈 带着 如果是差点 如果是 也未肯定到 到时会不会全团齐人出席 我想都渺茫 渺茫 渺茫 问到会不会是名存实亡 他说不要这样说 因为他还有跟队员联络 但这不关事 问有没有名存实亡 和你有没有跟队员联络 是两件事 都不时互相打气 我想他有群组 怎样有群组 感情仍然相当友好 但内地队上个月 推出了团哥 即是大陆队那边 但香港队还没有团哥 所以没有了 互相为对方作戒衣裳 就算捧起了你 勾一勾丁子郎 但始终 娱乐圈不是一波 就可以弹得起 你是要很多波 50波100波 持续有作品 不停有不同的搞作 才能弹得起 例如今星期 又有个 选手节目的 乐选者出首新歌 大家不知有没有听过 那个陆队就相当普通 应该是自己自费出歌 又搞了线下发布会 即是商场那些 不要听 你找个大司作也没用 如果我直白点 我听了那个陆队 好像30分钟 30秒 很认真听 就觉得 如果他们那些作惯歌 首戏都说7天搞定 那怎会是好歌 对呀 他帮你作 但7天搞定 我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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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 不是什么复杂歌 那些词也不行 不对我最真诚的词 就是出现了 一首歌是没用的 反而又有另一个 也是那些选手乐选者 他就一直迟迟说 一首两首都没出 那个醒目了 与其不出 总之做到最漂亮 接着一口气 一首两首三首 然后一首都行 那就有机会 高得起 你一首半首 折牙膏 没力 再看回 闪正锋也说 不算不公平 香港队是没有的 你怎会有香港队 又有团歌 他那队 那队 那队根本是 for内地 香港那些 是搭单一起玩而已 叫大堆头 又扔到TVB 又大陆联成 就请到Wing 这些 他很大方得看的 阿芝 就说 每个单位都有不同的功能 包括歌舞 都不同的 看下台庆 它会是怎样 看回Yumi这边 也定期说一下 星梦的同学生 接着是18岁生日 之前拍完 臥底嬌蛙 看看什么时候出 其实 阿斯卡 之前和賴慧玲拍了一部剧 接着可能都上了 我想就快 之前Yumi也说拍完 我说 Yoh 然后眨眼 再看下来 刹河 多谢 那些剧组 所有人 台前幕后 会继续努力 原来 剧中有一段 被人强吻 然后强吻 然后强吻 也哭 这个A0的Yumi 原来强吻 他还要是 罗旭仪 以为老汉的老汉 原来不是 罗旭仪 压在身上 抱着头 不断问 然后 罗旭仪 因为他也很投入 演戏很薄 罗旭仪 可能说 哭得Yumi害怕 Yumi的荧幕初问 欠了给罗旭仪 也说 他被问的经验不多 我想应该近乎零 被人疼的经验 还要被女孩子疼 片中 可以看到他十分紧张 而Yumi被问后 他分享了一段 哭的短片 相信是因为他拍完剧 对打不舍得 而不是被罗旭强敏后的哭音 罗旭仪回复 OMG OMG KISSY KISSY OMG OMG 原来是标题党 还是Yumi被谁疼得哭呢 之前看过 没有时间做给Yumi的报导 另外之前也不断有 线下展示一下 9日也出席了一个活动 下个月21日18岁 Yumi到时14岁 是最小的 星梦1 18岁 如果下年 十边那些 星梦2 十边那些 又18岁 因为那时候参加13岁 迟过一年 迟一年是13岁 是否这样算 下年应该18岁 其实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觉得自己还是15岁 16岁 不想自己这么快大过 以前想自己快点长大 但临近这一个月 觉得好像不知怎样 要做成年人 有些不想大 始终要面对太多事情 大了就是烦恼取之以来 亦恨好家里很疼她 帮她庆祝 做成人礼 下日的生日会 我想都会 声光哑哑 不过她又 戴一戴头盔 问到会不会 搞一些星梦 例如有Gigi的生日会 她说如果有时间会 就比较曖昧 说那时候 可能去年 拍剧和考试 就搞不到 那今年要搞 其实Yumi 就说不想拍拖 想顺其自然 这些事情 扎偶条件 就要讲感觉 亦都相信缘分 当然 就一定要高过自己 高过最好 因为Yumi也高的 看看她 找不找到个好的男朋友 就这样 我们一个简短 就来关注一下她们 让粉丝有个机会 留个字 去鼓励下个偶像 看看大家怎么看 Lonline和Yumi 继续和大家 关注她们不同的同学 听到这里 记得按个订阅支持 感谢您收听